大家好,歡迎收看NIT啊 我是Anita 有留意開我的頻道 又或者有聽過我說過 AI coding這個題目的話 應該都知道我一直很強調 AI coding的幾個潛藏問題 包括安全性和效能 終於這個潛藏問題都爆獲了 講的是TF的資料外洩事件 這件事不只牽涉私隱 還跟現在很Hit的AI coding 有很密切的關係 甚至被形容為行業的計時炸彈 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們現在馬上來看看 首先,講一下TF是什麼 TF在2023年推出 主要服務對象在美國 它的定位很特別 是一個全女性的Mobile App 目的是幫助女性安全交友 給女士匿名分享 關於約會對象的評價 他們還聲稱有很多安全功能 例如可以透過AI面部分析 和身份證相片 去驗證用戶身份 確保裡面的全部都是女性 還說可以反向圖片搜索 去捉Catfish 即是用假相的人 又可以查電話號碼 看看對方有沒有隱瞞婚姻 甚至有沒有犯罪紀錄 他們甚至說明會把部分收益 捐給防止家庭暴力熱線 那明白的 現在的確有很多 和交友有關的犯罪 這個APP在做的事 的確可以防止很多不幸的事件發生 都算是一個為女性著想的APP 但對於男士私隱方面的問題 我就不在這裡討論 這個話題很久討論 但諷刺的是 一個聲稱為用戶安全著想的APP 她自己更安全,就漏洞百出 這個故事最戲劇性的地方 就是TAPP在2025年7月 短短幾天之內 經歷了兩次災難級的Data Leak 資料外洩 第一次發生在7月25日 當時黑客發現了一個 未經保護的Firebase Bucket 即是一個沒有Authentication 沒有Encryption的Database 任何人都可以任體不生氣 結果總共有大約 72,000張圖片被外洩 其中最嚴重的是 裡面有13,000張 是用戶的身份驗證自拍 和證明文件的照片 其餘的就是APP裡面的posts, comments 和DM的圖片 想不到短短幾天之後 即是7月29日 第二個更嚴重的漏洞被發現了 這次外洩的是超過110萬條 用戶之間的DM內容 包括由2023年2月到2025年的7月的訊息 這些訊息的內容更加令人不安 裡面有關於墮胎、離婚、性侵犯的私密對話 有關於出軌伴侶的細節 還有電話號碼和約會地點 甚至有用戶的真實姓名和社交媒體檔案 可以想像下一個聲稱保護你的APP 反而把你最私隱的對話共駐於世 簡直就是傷害你最深的人 就是你最信任的人 這宗Data Leak 事件 最可怕的是外洩的數據 被一些惡意社群 特別是4chan的用戶 將它武器化 很快就出現了一個叫T-Spill的網站 這個網站竟然將T-App外洩的自拍照放上去 還搞了個類似損尾的排名系統 就像當年Facebook創辦人Mark 在Harvard搞的Facemash 他們還有一個Top 50 Best 和Top 50 Worst Faces的Leaderboard 將受害者變成被評分的對象 在他們的傷口上灑鹽 除了T-Spill之外 還有人用相片的Meta Data 製作了一個互動式的Google Map 顯示T-App用戶的位置 雖然地圖沒有顯示姓名和地址 但也會令受害者對被跟蹤和騷擾感到擔憂 那麼T-App在事件後做了什麼呢 首先他們立即將DM的功能下架 說是出於謹慎考慮 不過其實已經太遲了 他們Apple App Store上本身排第一 現在已經跌到第二 爆單這樣的東西還有第二 是不是那個排名機制 令到它沒有跌得那麼快 會不會過兩天其實已經跌了出去 他們也承諾 會跟3rd party的Cyber Security Expert合作 和向受影響的用戶提供 Free Identity Protection Services 嗯…如果我是它的User 我還會不會用它的Service呢 這件事已經引發了法律訴訟 甚至連FBI都介入調查 都真的搞到幾大 T-App的創辦人Sean Cook 在創立這個App之前 其實只有短短六個月的Coding Bootcamp經驗 它的技術背景有限 不要說在Security和Performance方面的經驗 就連Review Code work-on-work的能力都未必有 用AI wipe了T-App出來之後 不知道是AI沒有提他 還是他自己沒有跟 沒有正確地設定Fibase的Rules 導致整個Fibase的Bucket 跟著Default的Setting 即是Public了 任體不生氣 另外 當要儲一些Security-level高的Data 例如是用戶的身份證明 正常應該是要再做Encryption 如果他沒有叫AI做 AI正常又真的不會自動幫他做 除了Firebase Config 和Data Encryption之外 其實AI Coding還有很多潛在的風險 原因是 這些AI Model是由大量的Public Repro Source Code train出來的 這些Code 又很大量都是沒有考量安全性和效能 所以不難理解 為何AI會這麼容易掃到有問題的Code出來 另外Georgetown University的研究指出 48%的AI Generated Code 都包含可以被利用的安全漏洞 揭示了沒有足夠Review的AI Coding 會帶來系統性的風險 更恐怖的是 2023年幾項調查顯示 76%的科技工作者對AI Gen的Code 有一種automation bias 就算有漏洞 他們都會覺得比人手寫的更安全 神經病 怎麼可能啊 蛤? 不是真的嗎? 這件事證明了什麼? 就是AI不能取代 就是不能放手把所有開發工作丟掉給AI 就算自己不寫 都要Review 要懂Review 即是要有基本的知識 不是你看完Python的Get Started Tutorial 就代表你有基本知識 而是你要對用的所有Tools都有 運作、安全和效能上的認知 先叫基本 還有一些高階的 其實是要一些經驗才會知道 但都不奢求人人都有 始終經驗是要累積的 但拜託不要以為AI Gen出來的東西 看上去沒有問題 就真的沒有問題才行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看法呢? 你們還有沒有見過一些其他AI coding的潛藏問題? 記得分享這條影片給你身邊的人 提醒他們AI coding要注意的東西 還要記得Like、Comment、Subscribe 那我們下次見啦 Bye Bye